這裡有一篇文章,牛彈琴 巴爾戰場出了三個新的動向 哪三個呢? 第一,48小時之內 以色列對四個國家進行空襲 哪四個國家? 當然是巴勒斯坦 第二是黎巴嫩 第三是敘利亞 第四是埃及 一個國家打四個國家,厲害 但是加薩的襲擊不用說 慘烈 北方和真主黨的交鋒越來越厲害 可能是最冤枉 我都沒有打你以色列 那你以色列突然打我做什麼? 埃及拋著頭也不知道做什麼 結果原來知道是以色列承認 這是以色列的坦克 創地誤集了埃及的哨站 向埃及表示對不起 唉,殺紅了眼,沒什麼底線 局勢惡化,沒辦法了 這是第一個 第二是以色列出動了特種部隊 對加薩地帶進行夜間襲擊 派個小隊出去,想清除一些障礙 誰知道哈馬斯那邊也不簡單 結果這個襲擊不成功 哈馬斯摧毀了以色列的推土機和坦克 那些士兵唯有推回以色列那邊 以色列軍隊很厲害 裝備完美,但哈馬斯一點都不簡單 接著第三個消息就是 這裡有一個以色列的婆婆 兩個婆婆被哈馬斯釋放 這個有一個視頻 有兩個年長的婆婆 被蒙著頭的哈馬斯武裝人員釋放 交到國際紅十字會 臨走之前都仍然和哈馬斯的人員握手道別 這就搞到以色列非常之不過癮 這兩個老人家 一個是79歲,一個是85歲 哈馬斯繼續表示 剩下來我們會釋放50個雙重國籍的人質 關於以色列對人質的問題 一會兒我跟大家做個視頻 有一個不知是真是假的政策 叫做Hanabo Policy 我一會兒跟大家分享這個 現在無論如何 哈馬斯那邊對於做這些媒體做得不錯 人道主義放人 放了兩個老媽媽 另外在一開始的時候 12月7日 哈馬斯說襲擊以色列 以色列殺死了1400多個以色列人 捉了200多個人去做人質 但目前以色列的死亡人數 遠遠沒有1400多個 只有600多個 而死亡人數的名字 全部都是以色列的軍隊 所以到底是否死了1400多人 現在都差不多兩個禮拜 都未曾有結果出來 真是不知道 這裏是難民的苦況 但無論如何 我們可以知道這件事 未來一段時間 以色列一定會報復 而這場報復將會是血雨腥風 然後這位朋友說 他以前去過以色列居住 他在耶路撒冷工作過兩年 巴基斯坦和耶路撒冷工作過兩年 巴基斯坦和耶路撒冷之間 因因遠遠 三天三年都說不完 這裏有歷史問題 民族問題 宗教問題 錯綜複雜 回到現實 以色列當然有他的生存權 但是巴勒斯坦也有生存權和建國權 所以看來我們作為第三者 唯有感受我們自己的底線 譴責一切對平民的傷害 希望兩派互相之間可以好好的 盡快停戰和談 希望可以用一個談判法解決問題 這次哈馬斯在五十周年的第二天 發出襲擊 其實就是想用自己巴勒斯坦人的血 喚醒全世界人的良知 到底有沒有喚醒呢 我不知道 但是無論如何 未來以色列對巴勒斯坦的報復 將會不會顧及平民 我不相信以色列會針對性 我們已經看到過去一段時間 以色列對巴勒斯坦的加薩地帶 進行無區別的轟炸 已經造成了不少巴勒斯坦人死亡 希望可以早點和談 但是難搞這件事 這樣對拜登 在辭慮 耍 神 神